然后呢大概就是两三年前 我妈妈学佛以后 她才知道就是说 做酒店这一行 其实就是造杀业还挺重的 因为在中国其实和英国还不一样 英国这边的酒店 像鱼啊肉啊 它不是现杀的 都是去买了已经杀好的 像在中国大陆的话 所有的那些海鲜都摆在那里 就是你要吃什么 就现在给你剁了给你杀 然后所以说每天那个也是杀那个鱼啊 海鲜各种各样的生命也是挺多的 所以说但是她知道这样做不好 然后她就劝我爸爸说 我们要不要改素食 我爸说素食挣不了钱啊 那个我们这个都是贷款 所以说也挺 就是说她认为挣钱更重要 所以说我想问师傅就是说 我们除了就是说多做功德 然后回想希望有这么一个 因缘能够扭转现在这个状况 然后另外想请师傅加持早点 有这样一个因缘出现 谢谢我们的朋友 好 你也要南无宝吉尤雷 南无宝吉尤雷 好那我想没办法 但是你妈妈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她执着 执着说那是我先生 那别人做就没关系 那不行 那假的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个 众生就是如此 为了赚钱都会造业的 大业跟小业而已 只是说自己因为如此 就为他们念宝吉尤雷 或是为他们供水 或是为他们供水 每天都要为他们供水 超度酒店内被杀掉海鲜了 然后他杀成肉以后 然后他念宝吉尤雷 然后他说 文殊菩萨 这个叫催落往生咒 就让这些被杀的动物超度了 超度了 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然后再来就是自己要刚刚讲的多发心 所谓发心不要浅 就是说你的动机要调到最圆满的动机 才有最圆满的功德 最圆满的动机就是 刚刚我们讲的 有空性 有大悲心 有菩提心的这种修行的方法 然后来回向 那特别你的父亲就跟你有缘 像你现在能够来英国读书 没有父亲赚这么多钱 你可以来吗 那就没办法 也代表你过去世 有修这个福报 但是你的父亲太好了 他是众生之一 你要对他报恩 所以你要很认真的修行 然后用各种的方法来回向给你父亲 他可以转业 转那个 不用造那个业 没有福报才要做杀业 知道吗 有了福报不用做杀业 他可能会盖房子就赚大钱 所以我想一个人有福报的时候 他就不需要去做那些造业的行业 那我认为你要跟你妈说 你现在的父亲的福报就是靠你妈跟女 所以不要再让你父亲烦恼 就是说自己保持在一个很严谨的自我修行 跟一个慈悲心 跟一个慈悲心回向给他 话讲回来是你父亲很有福报 为什么 他有一个好太太好儿子为他修 然后他就有机会转业 所以我想可能哪一天他有机会 因缘到他也会听闻佛法 但是首先一定要让你妈妈先不要烦恼 然后当作他也是众生之一 所以我也要来感他的恩 事实上我们过去哪一个不是杀身赤肉上来的 那是因为有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自己保持平静的 努力的去感化他 不然你越想要改变对方 对方越不能改变 佛教里面讲 你这样他就这样 你这样他才会这样 就是说你心里越柔和越平静 他也会平静的冷静的接受我们的思想 再有一个 请佛菩萨加持他 这个世间有三个力量 自立 佛力 法力 自立就是说 你跟你妈妈自我的功德力修行要够 再来 请佛菩萨加持他 你们帮他念阿弥陀佛 地上王菩萨 甚至各位要多观想 佛菩萨在跟你爸爸妈妈讲话 不是你在跟他讲话 请佛菩萨 这个叫佛力 所以我们会修仪轨 宋地藏经修仪轨 以佛的力量来回向给 你要回向的对象 第三个法力 那法力你要跟你妈妈说 因为你爸爸卖的鱼毕竟有限 但是你妈妈替他放生 那这样你妈妈心里就会平安 他就不会怕 那为了要让你爸爸开智慧 把他点灯 点灯 各位你要点在佛像面前 点在寺庙 点在家里都可以 然后要消除他的大的障碍 你要帮他供袈裟 因为出家人穿的袈裟有力量 变成一个 所以这些很多方法都可以 这个叫法力 法力就是供养三宝 跟帮助众生的反作用力 所以这三个力量再配一次 自我功德力 妈妈得癌症 我希望他更好 赶快好 那我吃素 我能够受多少借 我说这个叫自我功德力 诸佛加持力 我帮他送地藏经 送大杯肉 可以 八十八佛 法力 法力就是点灯 放生 帮助穷人 供养 袈裟 印经 都可以 这三个力量 来改变一些 好 祝你满愿 愿法会愿慢 大家健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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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老的欧洲沉淀了岁月的尘埃 沧桑的过往被音符梳理成厚实的篇章 走在深邃的历史长廊中 却在转角看见它前卫又新颖的符号 停住在一路向前飞奔的时光里 原子球塔是比利时在1958年 举办世界博览会时所设立 设计师将铁分子放大1650亿倍 前尾的设计造成不小的轰动 可以说是布鲁塞尔十大名胜之一 原子球塔一共有9颗超巨型的不锈钢球体组成 整体高度约102米 每一颗球都代表铁原子 每一颗球的直径约18米 9个球体组合在一起的方正结晶 则为超巨型铁分子 9也象征比利时9个城市 以及最初的9个欧盟成员 由于科学的进步 人们看到一片光明的未来 日新月异的发展 一路铺展开来 原子球塔的落成 成为当时对科技寄予深厚期望的象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布鲁塞尔是比利时的首都 也是比利时的第一座大臣 由于欧盟总部设于布鲁塞尔 因此也被称为欧洲首都 比利时的地理位置 北连荷兰 西街德国 不同文化的渗入 造就了比利时丰富的建筑艺术 围绕着巴洛克什建筑的布鲁塞尔大广场 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是政治 商业 生活的中心 还有不少工会 小小的广场 驻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沉浸在古老的历史氛围中 法国作家余果 也曾短居于此 并将布鲁塞尔大广场 誉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圣兴堂位于巴黎北部 海拔一百多公尺的高地 蒙马特山丘上 为巴黎著名的地标之一 坐北朝南 可从高处俯瞰巴黎市区 是巴黎的天主教圣殿 圣兴堂是从1875年开始建造 在1914年完工 但一直延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1919年 才进行启用仪式 圣兴堂以供奉着耶稣的圣兴儿命名 主要是为了纪念1871年间 因巴黎公社事件而身亡的人 当时由于与外国交战 巴黎人民处于饥寒交迫的困境 一匹匹受冻挨饿的穷人倒闭街头 于是衍生出一场资产阶级和工人的战争 这场内战结束于被称作五月流血州的浴血奔战 至少有六万居民丧命 巴黎成了一片火海 事件结束后不久 国民议会决议新建圣兴堂 作为对巴黎公社社员所犯下的罪行的补偿 这个山丘顶被选为圣兴堂的建造地点 除了当初是巴黎公社事件的八原地之外 也是由于1872年时 书记主教登上姆马特这个山丘顶端时 眼前的云层逐渐散去 他看着露出的巴黎全景说 这里就是那些烈士门因临安息之地 在巴黎圣兴大教堂的门顶两侧 对称装饰有两座骑马雕像 一座是法国的民族女英雄 征德 另一座就是路易九世 古今诸灾恨恶地 言行多苦惧 激活奄言 王侯将相逐日贪嗔 一旦无常受苦人体 王侯倫如来 王侯侗如来 王小丹佛如来 宝浑如来 王导寺如来 神佛如来 王侯思佳如来 所有功德都迴向给这些战争死亡者 永远战争 永迷参图 同声敬佛 来 所作故事 海盗宝师在欧洲慈悲之旅中 难行难行 创造珍贵的机缘 处处以水米布施孤魂众 甘露水润在孤魂咽喉中 丑蟹枷锁化为清风 慈悲米散作美食珍宝具 愿皆众生的怨恨皆得平息 寻此慈悲光明 随愿升天升净土 如果您手上没有东西供养 您也要观想 观想比实际供养重要 因为您用观想的很重要 就像各位在佛法国 你不可能到处看佛像 刚刚他们带我去看博物馆 罗浮宫 我把每一个雕像都观想成佛菩萨 他们说这个是维纳斯女神 我观想成观音菩萨 你看你的 我看我的 因为你要懂得观想 你要把每一个都观想 这个就非常 如果你把每个人都观想成爸爸妈妈 你看你福不福报 你一定很快乐 佛教里面很重要 万法为心照 万法为心照 所以有花 那你要观想整个世界的花 都在供养所有的佛 有水 整个海 整个河 整个水都变成甘露水 在供养佛菩萨 这样才叫功德 千年的时光皱褶在画家的笔中 是长篇大画纷扰时间当中的一个逗号 它用千彩万色 提供了岁月栖息的宁静之地 三纳河畔的罗浮宫 犹如时间长河中 河中光芒 凝聚而成的水滴 折射了几千年的历史 与夹杂在其中 关于人类文化的变迁 巴黎右岸的罗浮宫 不但是巴黎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更是全世界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 1190年罗浮宫开始新建 当时是保管皇家档案和皇家爱犬的城堡 14世纪开始收藏皇家图书 之后每任君主都在其中 加上属于自己的收藏 随着征战世界的足迹 罗浮宫中所陈列的艺术真品 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展示 一直到1747年 因为罗浮宫 法国开始有了博物馆的词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百年的无患心仪 近50位继承罗浮宫的法国君王 都会任意在其中添加上属于自己的收藏 罗浮宫经过几次重建 很少人能够明确说出 罗浮宫是以什么面貌呈现 唯一能知道的是 罗浮宫是法国皇室的象征 罗浮宫的生命 和法国历史交错 它见证了欧洲最古老民族的崛起 也旁观了法国皇权的消逝 罗浮宫正殿前方的卡鲁赛广场 有一座由华裔建筑师被域名设计在金字塔 是周遭最具现代感的建筑 当阳光通过一片片透亮的玻璃 却洋洋洒洒地说着 比几百年罗浮宫还古老的语言 他们同样了解 集聚皆消散 崇高必堕落 何会要当离 有生无不死 走过历史的鼎盛 走过硝烟征战的过往 在今天 他们撑起同一片苍穹 共同成为巴黎的代表建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巴黎地处霸国北部 前于塞纳河畔一座小岛上的渔村 罗马人在这里建造了宫殿 小渔村的命运开始随着王朝更迭 而起伏转变 塞纳河两岸 包纵的教堂和布里的宫殿 刺敌而建 渐渐成型的城市 彰显了巴黎古典壮丽的气势 卤知的游人 沉船沿着塞纳河游览 迅烂无比的篇章 一页页随风翻飞在从容的时光中 显示施政厅广场 旧市这里是一个河港 马公港 巴黎师傅就诞生在这里 当年巴黎的贸易和供给 全部经过水道 施政厅于1882年起用 岸上的罗浦宫 美术馆 艾菲尔铁塔 圣母院 静静助力 揉入一个个华丽的磁灶 穿越新衰交替 写于新风的历史 堆砌出底蕴深厚的巨作长廊 凡尔塞宫 是一个奢靡时代的见证 有人说 所有能够想象得出的华规物品 你都能在凡尔塞宫里找到 一切能想象得到的舒适与享乐方式 也都曾在凡尔塞宫里发生过 当然 他也看到了霸气四溢 威望不收周大帝的路易王朝 从鼎盛走向灭亡 凡尔塞宫最早起源于1624年 法国国王路易十三 在一片沼泽荒地上 修建了一座狩猎行宫 随着之后路易十四的不断扩建 装修及园林规划 以期10年才正式完成的凡尔塞宫 成为欧洲最大 最雄伟 最豪华的宫殿建筑 以期89年10月6日 路易十六被民众挟至巴黎城内 尔塞宫作为王宫的历史 至此终结 在随后到来的 霸国大革命恐怖时期中 尔塞宫被民众多次洗掠 宫中成设的壁画 家具 雕灯等所有物品 几乎被洗劫一空 宫殿门窗也被砸毁拆除 以期93年 宫殿参与的艺术品和家具 全部运往罗浮宫 此后 凡尔塞宫沦为被虚达四十年之久 直至1833年 奥尔良王朝的路易卑利普国王 才下令修复凡尔塞宫 将其改为历史博物馆 1937年 凡尔塞宫作为历史博物馆 对公众开放 凡尔塞宫内最有名的金厅 特殊的宫巧设计 可以从各个镜中看到自己的投影 他曾经映照了一切的华丽 无限的权威 众人的簇勇 自负自恋的皇室王宫贵族 在此自以卑武 八十年的广吟飞逝 这朵玫瑰从盛开种子凋零 所有的华美爵士 都被封存在这宏伟的建筑物中 任凭后人评价 同样是喝水 同样是吃饭 同样是生活 但是有佛法的人 根本不懂佛法的 那就一百八十度了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你就不会去跟别人去追求 我什么有钱呢 都漂亮 那个都是